看理想,看见另一种可能 大家好,我是焦原浦 欢迎收听焦响乐焦原浦古典音乐入门指南 在今天节目里面要为大家所讨论的话题是 听古典音乐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知道每一次谈到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给予诱音 要让人听古典音乐或者是学习乐器 演奏古典音乐 大家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诱音 在台湾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广告词 叫做学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后来也发展成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我们知道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商品 告诉你 听莫扎特能够让你更聪明 考试更高分 听巴赫的音乐可以让你专心致志 工作更努力 成效更好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商品 不断地在宣传古典音乐的好处 那么听古典音乐 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在这段节目里面 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英国钢琴家 James Rhodes 的故事 他是一位没有受过音乐学院 正规教育的钢琴家 1975年出生于伦敦 他在学校期间不幸被体育老师性侵 这件事长达五年 让他身心受创 到现在都有严重的创伤症候群 他在七岁的时候 从爸爸收藏的CD里面 听到了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 那个时候就对音乐产生兴趣 对钢琴产生兴趣 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学 十三岁的时候 他在念中学的时候 正式地认真学习 那程度也有进步 但是呢 后来却因为精神问题 又终止了钢琴学习 他曾经得到音乐学院 提供了奖学进入学机会 但是呢 却因为生病而放弃 长达十年 完全没有碰钢琴 却在十年之后重拾钢琴 而且因缘际会了 走上了职业演奏的舞台 而他人生的关键点 是在同样是七岁那年 他听了古典音乐 听了巴赫 所写的 无伴奏小例行族曲中的 低小调 夏康舞曲 而他听到的是由 布索尼改编成的 钢琴版本 在他的自传 Instrumental 关键音这本书里面 他说 小时候我在家里 找到一卷卡带 里面是这首 布索尼改编巴赫的 夏康舞曲的现场录音 现场录音总是比录音 使来的精彩 它有一种刺激 让人有一种危险感 我用老旧的心力牌 录放音机来听卡带 刹那间 我又神游了 不过这一次 不是飞到天花板上 逃离性侵害 所带来的肉体疼痛 而是往内心 更深之处前进 这是一首阴暗的曲子 乐曲开始的时候 一片悲苦沉寓 像一种葬礼圣勇 满在庄严 哀气以及无奈的伤痛 接着 这个变奏层层叠叠 逐步退却 延展后又萎缩 像是个音乐黑洞 不断困惑人的心智 它让时间静止 也让时间加速或挽回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真的震惊到 无法动弹 巴赫为他过世的首任妻子 写了这首下康舞曲 想象你心爱的人将死 你会说的每一件事 甚至包括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 想象你萃取了 所有的话语 感觉与情绪 浓缩成15分钟的精华 想象你找到一种方式 建构出我们现存的 这充满爱与伤悲的整个宇宙 并用音乐的形态来呈现 动笔写在谱纸上 把它送给全世界 而这就是巴赫在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内心有些东西是碎的 但是这音乐修补了它 伤口瞬间愈合 全然不费功夫 我马上就明白 我的人生将会有音乐 就像我抱起出生的儿子时 我就清楚知道 为了它 我甘愿被车子碾过 音乐 更多的音乐 我要把一生奉献给音乐与钢琴 毫无意义满心愉悦 放弃其他的选择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沉腔乱调 但它确实成为我的避风港 每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 脑中就浮现着这首曲子 轻轻拍打节奏 旋律一再响起 进行变化 探索与实验 这首曲子让我相信 世界上有比我的心魔更大 更美好的东西存在 要是没有它 我几年前早就死了 但有了这音乐 还有它引我发现的其他音乐 就像是个立场 只有最恶毒 最惨烈的痛苦才能穿透 这是James Rhodes 我们的主角 找到脱离强暴梦业的犯法 钢琴成了他的隐形斗篷和超人装 对他而言 古典音乐从此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这是James Rhodes的故事 那么再让我们回到这个节目一开始的问题 听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呢 我的答案是 没有好处 你没有听错 真的没有好处 听古典音乐不会说你听了这首曲子 你马上你的三酸甘油脂指数就会下降 也不会听了这首曲子 你就会立刻获得你想要的体重 也不会听了这首作品 明天考试就考高分 单字就背得起来 做事情就不会忘 事业一帆丰盛 没有这回事 如果说听古典音乐能够带给大家 什么必然或利己的好处 那实在是没有啊 James Rhodes的故事告诉我们 古典音乐之所以能够拯救他的人生 原因在于他喜爱古典音乐 我每次在演讲都会遇到这样的听众 他会举手问我说 请问一下我对古典音乐有些兴趣 然后我买了一些书来看 我听了广播 然后也还在学校里面修了通试课 可是这样子已经过了一年了 我还是对古典音乐没有什么兴趣 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每一次面对这样的听众 我的答案都是 那你就先不要听古典音乐了 而这个回答一出去 底下通常是一阵哗然 这个人不是应该要来宣传 或推广古典音乐的吗 怎么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我虽然想推广古典音乐 但是我也有理智 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人 就是不喜欢古典音乐 或者是他喜欢的音乐类型 就不是古典音乐 然而我也固执地相信 人会被一种艺术所吸引 如果那不是古典音乐的话 希望你赶快用你的时间 去找到你所喜爱的艺术 那可能是文学 可能是电影 可能是戏剧 可能是舞蹈 可能是绘画 可能是雕塑 可能是建筑 总之 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找到 能够伴你一生 你所喜爱的艺术 它会在你孤单的时候 给予陪伴 在你胆怯的时候 给你勇气 在你志得意满 高兴的时候 让你用更亲民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古典音乐可以对你有 无穷无尽的好处 前提是 你必须真心喜爱它 我自己也亲眼见过这样的人 在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对日本夫妻 他们有非常成功的事业 在伦敦经营英文的语言学校 可是这个日本太太的故事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她来自非常清寒的家庭 穷到最后 她的父母亲 只能够接受社会救济 让她在中学念书的时候 就住到别人家里面 有一天 她在收音机里面 听到了古典音乐的曲子 心上好像被什么哭敲了一下 从此之后 她就不吃午餐了 省下每天的餐费 去买最便宜的音乐会门票 开始了她的古典音乐 欣赏之旅 有一年 伟大的钢琴大使 Emile Giliers 吉利尔斯 造访日本 这位日本太太 当年苦苦省了三周 买了最便宜 音乐厅最高最后一排的票 即使如此 她说 可是吉利尔斯的琴音 还是那么清楚 那么深厚 那么美丽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那样的钢琴声 音乐厅最高最后一排的票 音乐厅最高最后一排的票 我们听到的是 吉利尔斯录制的 柴可福斯基第一号钢琴 协奏曲 就是这样美丽的琴音 就在那一晚 这位日本太太 确立了人生目标 我要去欧洲工作 那里天天都有 古典音乐的演出 更有许多像 吉利尔斯这样的大师 于是她发愤读书 考上顶尖的学校 毕业之后还不断学习外语 就是为了要圆自己的 古典音乐梦 所以到最后她不只是会说英文 还会说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永远在学习 至于最后为什么落脚伦敦呢 原因也是古典音乐 还有哪一个城市像伦敦一样 音乐会那么多 票价有那么便宜呢 这是我真实的朋友 我亲眼看到的例子 艺术有用吗 嗯 我不会这样说 听古典音乐有好处吗 我还是不这样认为 但是喜爱艺术 总比不喜爱艺术要好 就像这位日本女士 音乐改变了她的人生 不 应该说是她对音乐的爱 改变了她的人生 而她的故事也可以是你的故事 音乐也可以换成文学 舞蹈 戏剧 任何一种艺术 让我再说一次 喜爱音乐 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 能够培养一份终身受用的喜好 和自己心爱的艺术一同成长 无论殷勤顺利都有陪伴 绝对是您人生旅途中最好的礼物 也是最个人化 最亲密的快乐 这世间的荒唐 每每超乎你我的想象 但请相信 正是在那些连舒伯特 都无言以对的时刻 我们会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舒伯特 大诗人吕克特 有一首著名作品 叫做《若爱是为了美丽》 诗人是这样说的 若爱是为了美丽 可别爱我 去爱太阳 她金发闪闪 若爱是为了青春 可别爱我 去爱春天 她年年年轻 若爱是为了珍宝 可别爱我 去爱人鱼 她拥有金银珍珠 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 如果音乐没有任何用途 不能让你考试加分 升官发财 你却仍然喜爱 为了音乐而音乐 为了爱而爱 那么 吕克特这首诗的最后一句 就是诗人给我们最温柔 最美丽的祝福 若你爱的是爱 那爱我 永远爱我 亦如我 永远爱你 让我在柴可夫西的音乐声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而在下一期节目里 我将为大家讨论 如果听古典音乐 没有必然的好处 但古典音乐 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够听到 最好的音乐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内容 由看理想制作 辩路文化播出